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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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每一个人都发表他自己最初修行成道的那个方便法门 每一个人都说他自己修行用什么功都得到真实缘通了 他们这一般就是这25个无学的修行 实实在在没有分出来哪一个是优、哪一个是劣、哪一个是劣、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不好 也没有或者钱、或者后制一些个分别 差别,也就是分别 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称自己 佛说我现在想要使领阿南开悟 阿南现在还在出国阿罗汉上 我想叫他得到二国、三国、或者四国 好开悟了 这25个行门,哪一个对阿南这种根性 这种根基的人是相当呢 这个十八戒加上七大 究竟哪一个法门是对阿南相应 不单对阿南要相应 而且要我将来灭度之后 我们这娑婆世界的众生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切的人 就是我们在佛教讲堂听法这些个人 你不要把你自己拨到外边去 你若到外边去 那你就要堕落了 将来做马、牛、羊、鸡、拳、屎都不一定了 到那时候 你再想听这棱眼睛 那是不容易啰 这四层楼这么高 你若做一只马、牛、羊、鸡、拳 无论如何也没有法字上的来的 我在香港讲经 有鸭子去听 因为那就是在地面 不是在楼上 在楼上 这一些马、牛、羊、鸡、拳 是没有法字上的来的 到我们这儿来听经的 都要是人 若不是人的 就上不来的 所以现在我们佛教讲堂这一些听经的众生 释迦牟尼佛 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谁坐哪一个位子 有的坐到这个台上边的 有的坐坐垫这个地方的 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不要自己把自己看得太简单了 如果你不来听 那当然就没有份了 那么不单对阿南要相应 未来大根性的众生 想要得到菩萨这个成的 他心心念念的想要求这个无上道 哪一个法门是最方便 最容易成就的呢 文书菩萨 你现在用用心来找一找 就这位妙吉祥菩萨 佛吩咐他在这十八戒和七大里 要选择圆通 十八戒再加上七大 是二十五个 这二十五个都是什么呢 就是六根 六臣 六十 再加上七大 七大是什么呢 七大就是地 水 火 风 空 加上剑 十 这二十五 就是二十五圣所修的圆通法门 现在文书菩萨就要在这二十五个法门里头 选择一个最圆通的法门来教阿难 乃至于我们现在的这一切的众生好修行 文书菩萨和这些阿罗汉 在佛前都有座位的 不像那个火头金刚 在佛前没有座位给他坐的 他就是站着的 本来我们这个懒虫 也应该站着的 不过我看他太辛苦了 也原谅他 叫他坐着 他的个子太大 人家坐着他站着 这最好了 那么文书菩萨即从坐起 顶礼佛族 他秉承佛这种威神 对着佛来说了一首寄送 寄送 就是或者四个字 五个字 或者六个字 七个字 或者四句 六句 或者八句 十句 是按着经的意思 来说这个寄送 绝海性成源 绝就是绝物 海是绝海 这个绝海是无量无边 没有边际的 包括所有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的山和大地 三罗万象 都在这个绝海里头 这个绝海的本性 它是既澄清而又圆满的 这种圆满而澄清的绝海 本来它是一种微妙的 原名赵生索 因为在这个微妙里面 一真其妄 在本来这个名上 生出一种的妄来 因为有了妄 所以就赵生索 本来这个绝海里边 具足一切 没有不是如来藏性的 但是因为有一念的无名 在这个时候生出来一种的妄 因为有这个妄 就有了一种锁 这个锁 就是沉香 所有的沉香 锁立照姓王 因为有了妄 所以本来绝海那种光明的照性 就不显现了 好像万里晴空生出来云彩 把自性的光明就给遮住了 因为有了妄 有了能 又有锁了 本来能 锁双亡的 没有能 也没有锁 在这个绝海的本体上 一法不利 什么都没有的 那么一真起妄 生出这种妄想来 就是那会昧为空 前边经上 不是讲会昧为空吗 本来在这个如来藏性上 什么也没有 但是因为久而久之 它有一种登发牢像 会昧为空 这就生了一种妄 你妄有虚空 因为有这种会昧 就生出来一种虚空了 这虚空 都是在这个绝海里边生出来的 所以后边纪颂上就说 空生大绝中 如海一忧发 这虚空 我们认为是很大了 但是在大绝性里边 它就像海里头一个水泡那么小 你说 那多小呢 所以说迷惘有虚空 因为你一真起妄 有了妄了 然后就有了虚空 有了虚空 然后就立出世界来了 有这个十方 又有三世了 因为一空立世界 由这个妄想和澄清的这种性 又变成国土了 知觉乃众生 有这一种知和感觉 那么这就变成众生了 空生大绝中 前边纪总说 绝海性成圆 说这个绝像个大海 它的性是清静而圆满的 圆成绝圆庙 它这种清静圆满 本来是非常的微妙的 现在说空生大绝中 我们人人都知道有个虚空 这个虚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们知道吗 我相信是没有人知道的 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呢 因为这个虚空特别大 没有人可以知道 虚空的边际和来源 虚空的母亲是谁 也没有人知道 只知道是虚空 现在 在棱岩经上给你指出来了 这个空 是在大绝这个绝性里边生出来的 不单在这个大绝性里生出来的 它在这个大绝的绝性里边 非常的渺小 非常之小的 有多大呢 如海一忧发 虚空在这个大绝里头 就像大海里头有那么一个浮泡一样 欧就是一个浮泡 所以你说 这个虚空在大绝里边 它是多么小呢 这所有一切的有漏 什么叫有漏呢 就是欲漏 有漏 无名漏这三种 那么在这么多的有漏的微臣国里头 这一些国家又是在虚空里头生出来的 空在大绝里边生出来的 这一些国又是在虚空里头生出来的 欧灭空本无 旷富诸三有 虚空在大绝里面 好像一个欧一样 这个欧若灭了 虚空也就无有了 何况这一切三有的世界呢 三有是什么呢 就是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也就是欲界有 色界有 无色界有 这三有 也是在虚空里头生出来的 那么空都没有了 何况三有呢 三有也就没有了 文书菩萨这个祭送 是说虚空在这个大绝性里边 好像海里一个欧炮 这个国土在这虚空里头 也是非常小的 那么虚空若没有了 国土 一切一切的山和大地 友情世间和气世间也都没有了 修行这个法门归原 就是返本还原 也就是成佛去 那么成佛的话 归原性无二 归原没有两种 就是归到自己那个本有真正的家乡去 我们人现在在世界上 这并不是我们的家里头 说我有一个家庭 那个家庭 不是你真正的家庭 真正的家庭 就是成佛去 你几时成佛了 那几时你真正回到家里了 一天没有成佛 你就在外边流荡着 犹犹荡荡的这么流离失所 在外边 就好像住旅店 在这个旅店住了一个时期 又搬到那一个旅店去 有那个旅店 又搬到另一个旅店去 总各处迁移 那么你回到家里 归原性无二 没有两个 就一个 也就是成佛去 方便有多门 可是这个方便的法门有很多种 什么叫方便法门呢 方便 就是不执着 很方便的 一切一切都不执着 举一个例子 比方有个小孩子要跑到井里去了 佛看见那小孩子在往前一跑 就会掉到井里去了 这是如果说你回来 这个小孩子也不会听招呼要回来的 于是 佛就把手攒到一起 说小孩子 你回来 我这手里有糖 我给你糖 这个小孩子以为有糖了 于是回头就来要糖来了 结果佛的手里并没有糖 那么佛是不是打妄语呢 不是的 这就叫方便法门 因为为救这个小孩子 怕他掉到井里去 所以就不得不用这个方便法门 来度这个小孩子 这叫空拳肚子 空拳 空着一个拳 来度这个小孩子 这就是方便法 所以说方便有多门 那么方便有多少种法门呢 没有数那么多 总而言之 你认为哪一个法门方便度这一个人 就用这个法门 这就是方便有多门 不是单单就一个 圣性无不同 顺逆皆方便 你证得圣人的这种法性 是无所不通的 顺也是方便 逆也是方便 什么叫顺呢 对你的根基 你一招这个法门去修行 这就是顺 不对你这一种的机缘 这就是逆 顺逆皆方便 无论你顺修 逆修都是方便法门 初心入三昧 持速不同轮 在初心入三昧这个定的时候 有持的 有速的 有修的快一点的 有修的慢一点的 所以这不能同日而语 不能一概而论